我们已经结束了上一个圣约神学的系列 希望大家也对整个圣经的救赎的意识 有什么一个主要的了解的呢 从这个组织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系列当中 这个系列就是主要讲解上帝在出外一起的过程当中 在以色列宾中间所搭设的帐幕 这个帐幕的系列我们要进入到三一集的记载 这个系列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许 在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 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会让你感到非常苦痛 因为这段圣经记载了非常多的建筑的细节 用的什么材料 具体的尺寸是多长多关 刚才你读圣经的时候这并不是最能够您无尽的兴趣的地方 但是这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 因此让我们也能翻到出埃及记第25章 出埃及记第25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一节 所以是上帝已经带领了以色列宾出了埃及 过了红海已经来到了西乃山 并且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十诫 以色列宾成为上帝的圣经的感情之后 上帝邀摩西上山赐给摩西建造帐户的这样的一个运营 这是上帝对摩西所说的话 以色列宾的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 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物来 主要说的礼物就是金 银 橙 蓝色 紫色 珠红色的线 细麻 山羊毛 软红的中阳体 排斗肥 道甲骨 点针的油 并做高度的和香的香药 红麻的和别样的宝石 可以镶嵌在迪志德和胸盘上 并来自我造顺序 使我会住在他们中间 制造帐户和其中的的一切器具 都要照有所主事的样式 所以这是我们从今天开始要来看的帐户的 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 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研究帐户 十七世纪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学家 名字叫做Permin Vesels 维修斯 这是荷兰十七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圣学学家 他被旧约的点击也是最苦的 他这样说他对比了创造的记载 创世纪创造的记载和书安西纪制造帐户的记载 他说这样的 他说上帝通了六天创造天地卖 但他却用了四十天 叫了摩西该如何建造帐户 圣经只用了一张的空间来描述这整个人多万物的节奏 但是却用了六张的空间来描述帐户的记载 因此只从一个特点看到帐戴户的重要性 在任务声明的时候 刚才也提到这或许并不是最能够让你感到属灵的这种高潮的地方 因为上帝记载的时候太感动了 不会让你感到那么痛苦的问题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会跳过类似像这样的记载 包括包括比如说 神明记载很多的这种家福 或者这种建造的一些命令要求 甚至一些献祭的这些要求 很多时候这些让我们做起来非常地枯燥 为什么上帝要在圣经上记载这些无聊的细节 长度 宽度 一个材料 看起来非常不实用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努力的时代 我们衡量一个事物是否是好是坏的 就是用来 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够拿来这些的用途 难道圣经不能够剥写一些 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上理财啊 投资啊 如何如何的养育儿女啊 过好我们初期的生活啊 这些事情就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 为什么神经要花这么大的空间来描写这些事情 这为什么我称之为现在的 现代主义的马肩 马肩主义 现代式的马肩 马肩是初代的一个异端 他把他的圣经撕成一小端一小端 他把他的旧业结果都撕光了 他和新约把宝博的出信也快撕得差不多了 马肩主义是什么呢 马肩主义是按照他认为有用的地方 跟新约有关的 和创业的恩典的地方 特别人 那些提到费学者 提到伊尔瓦的 旧约是被延续的上街的人 他很不喜欢的一个最长的 就他没有帮助把他撕掉了 所以 我说这种思想都是现在式的马肩 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哪些圣经采释的一个东西 哪些圣经就有没有人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圣经变成了一个人生使用主义 我要佛孙怎么办 到圣经去找真言 真言 这样佛孙 我要怎么理财 我要怎么管理好我的退休金 或者就把圣经变成一个道理模式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这圣经真正的理性 我们看到上帝对 上帝认为重要的事情 可能和我们固有的思想 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思想去纠正上帝 上帝对对对 上帝你不要讲这些了 你多讲讲我改清晰的事情 不 我们应当用上帝的思维去纠正我们的思维 我们应当去看圣经那份上帝表现那些是重要的 来纠正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看来什么是重要的 让上帝的标准来影响我们 人家是一种威胁 但另外一种威胁是有些人特别喜欢这种经文 我们以看到这种经文的眼睛发电 终于回到这种长度啊高度啊宽度啊 到这种别人看不懂的地方 哦你知道吗 这种拜愿啊 然后有圣所 有制圣所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们要努力的属灵的成熟 拜愿就是属肉体 圣所就是属魂的 但是我们要努力的进入到制圣所 但是真正属灵的地方 你们要努力的成长自己的灵灵 然后就抛弃外人 抛弃生活的最后 开始灵异化的最后 嗯 这种处理 是不符合圣经启示的完成品 这是把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一些哲学 其实这个背后是什么 这背后是文雅庆主义 早期的基督教路斯理主义的异端思想 应用在我们今天所谓的 今天非常流行的三个东西里 这种思想在第四世纪已经被定为第一端 所以我们只不过使用了 现在是有那么多的哲学来影响我们的思维 然后把这个哲学套在圣经当中去解释 而没有看到圣经完整的 整本的圣经的其实到底应该是什么 这种物质别作灵至善的思想 并不符合圣经 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实用问题 也是想要让这个经文 与我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而不去看这段圣经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去看成本的圣经 现在到底如何是三个圣经 并且与我产生了关系 所以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回到圣经 圣经的确运用很多象征的文学方法 因此我们并不是坚持完全的字句 字句比或者字面的解释 很多人有另外一个说 就是完全的字面 没有任何的 我们不救援就是不要抢新约 救援就是救援 然后比如说我们如福音书 我们就不要抢保罗 怎么解释福音书的圣经的这些 这样其实也是一种错误 这种错误就是像《时代论》 《时代论》的解释就是看到这种 只是用历史文法的解释 去产生的这种字句比 我们回到圣经文部 圣经的确是像的实话 但是圣经不允许我们随着自己的想象去解释 而是要看具体根本和整个圣经的旧色历史的发展 看到内容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此当我们来到帐幕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帐幕在整个圣经上的发展 我们看到帐幕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之前也提到 上帝戴士里面出了埃及 来到西乃山也可能立约 上帝户拉摩西上山顶 把这个关于建造帐幕的指示刺给了帐幕 那帐幕是什么 帐幕说白了就是一个大帐幕 如果你有类似这种 研究文的圣经文或者是人导文 你可以搜帐幕的文章 让你可以看到一个图片 有一个大帐篷 搭着一个图片 然后外面有一个圆子围着 所以总共有三圈 最外面的这圈是叫做圆子 帐篷做圆子 这一圈里面有放着金盘 然后有一个洗桌台 但是这个圆子呢 是他们用的百姓进来献祭的 把牛啊羊啊牵上来 然后祭司在那里宰杀 然后献祭 然后但是呢 这个帐幕本身是一个大帐篷 搭着 这个大帐篷里面 不能谁都随便进去 只有祭司才能进去 祭司进去的在这个前 这个帐篷里面有两层 一层叫做圣所 圣所相对的大 圣所里面 把人灯开 成热灵 捧色地 这里面是祭司可以进去 来释放的 但是还有 那里面那层 第二层呢 是叫做制神的 这个空间 不是谁都随便进去 不是所有祭司都可以进去 祭司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 就是大祭司 大祭司 而且他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去 他一年只能进去一次 就是在十岁月的这一年 他会进去 在这个制成所里面有上的约约 所以这是整个帐篷的一个结构 帐篷这个词 在就位水平当中 我们用不同的词来指向这个东西 一般来讲我们最常见的帐篷就叫做Mishkan 就是Tavran 英文翻译Tavran Mishkan 其实是一个帐篷的词 但是我们读到在25号这里面 上帝在第八节词说这个帐篷是他的圣子 圣子 所以帐篷是上帝同在的地方 是神圣的地方 我们到时候可以可以讲 另外一般来讲这个帐篷 还有另外一样很简单的词 就是Oha 就是这个帐篷 那就是一个篷子 简称这个篷子的帐篷 而这个帐篷 是上帝与他的百姓会面的地方 所以这个帐篷也被说明了叫做相会的帐篷 或者简称会的地方 就是上帝的感情会面的地方 是吧 而因为这个帐篷里面放着上帝立约的证据 就是法规的 约会 所以这个帐篷有的时候被说明了叫做法规的帐篷 就是放着法规的那个柜子的帐篷 所以有不同的这些名词 其实都是指向着同一个诗物 那么我们要从这些名字当中来看 帐篷到底是对上帝的百姓意味着实实 上帝为什么要赐给他的感情 帐篷 并且发这么多的地方去了解 帐篷到底应该是不见得的 首先我们看到 《传书记》第二次条文章在《德文经》 第八节上帝说 这个帐篷是他的圣子 因此帐篷提醒我们 上帝是圣体的上帝 上帝的圣体有他的圈 帐篷教导上帝的子民 他们的神是神圣的圆子 帐篷是圣子 帐篷的神圣性不仅体现在 上帝给的这个名字是圣子 帐篷的这个圣灵体现在 体现在他的地面 如果你读圣经 你会一直到这个帐篷放在哪里 以色列的圣经 主要是形成了一个军队的方式 这个帐篷是在哪里 这个以色列军营的最中间 因此这个帐篷是整个 以色列军队的一个核心存在 而且越往里面 越随胀 这个以色列军队使得 帐篷上帝的同在 在这所与这个不洁净的外方的世界合开了 以色列军队就得像一层围墙一样 把上帝的圣福团团团围团 而俱估来说 造细的障碑的动机 越圣洁 这个圣洁的程度越高 这个帐篷的思维 有院子白色 用就是西马路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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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地方 这个院子使得 帐篷本身 与以色列的百姓救军队阻隔开 只有洁净的人才能够进到这个院子里去献祭 如果你不洁净的话 对不起 你先要到营外去待一会儿去 等你洁净了多点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不洁净的人进来 那百姓是可以进入到院子里来献祭的 但是他们不能进入到帐户的圣火本身 这个圣火被一层的蔓子合起来 只有祭祀才能进去 然而在这圣火上还有第二次的蔓子里 我们还提到 所有的祭祀当中只有大祭祀 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第二次的蔓子 所以这个圣洁的成果是一层一层的进身的 你越往里面去就越圣洁 而能够进去的人也越少 并且当你多的是祭祀 如果你有荣幸进入到圣所能够去的话 从诗人的角度的图面上 你也会有形有体的看到圣洁的圣洁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外院 就是这个院子 是细麻糊 所使用的材料是比较严价的 就是麻糊 但是当你通过那个蔓子 是用蓝色紫色图红色的线 就是什么的这个蔓子 你进去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会被 被那个金色的光所刺到的 圣洁的里面 四面全部都是包金的 所以从一个视觉的角度上 会给你一个极大的冲击 你会能够看到这就是上面的圣洁 是那个纯洁的金子所站上出来的那个光芒 是刺眼 是你不然还能够看到的 而国体大祭司的话 你会看到 隔着支撑所的那个漫洁上面 绣着基督的偏尺样子 而且绣着终于处 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在后面也会继续的来讲 但是在这里面想让大家意识到的是 上路让我们意识到上路的圣经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近上路 上路也让人想到了上帝创造了这个外景 整个上路是宇宙的一个复语 诗篇第78篇 诗篇说上帝建造了自己的圣所 好像在高天之上 又好像他所建立一群的大地 所以兄弟和所建造的帐户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 我们来讲帐户当中有三成的空间 院子 圣子 至圣子 在院子中有祭坛和洗脱台 那图里读原本的话 你会意识到祭坛的描述 其实祭坛象征着大地 祭坛是一个四方形有四角 地在圣经上描写四方的有四个角 而且祭坛也能被称为大地的大地 而洗脱台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叫做海 后来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 那叫做铜海 铜打大了海 所以在外在这个院子中有大地和海 这些象征的上帝所造的这个地 是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 而在圣子里面有点子到的分裁 其染的亮度 那这桌子的肉眼可见着光 天上的光 所以还记得启示录当中 约翰看到耶稣的复活耶稣 他一个手里拿着灯 一个手里拿着灯 一个手里拿着灯 星星 灯和星是那种黑体 灯和代表的是我们可见的天 和天上的天体 当你进入到圣子的时候 你看到了宇宙 看到了天 而他到最里面 智圣佛里面 很有趣的是什么眼里 你什么眼里 里面具有上帝的鱼柜 上面有基督和天使 所以智圣佛里面 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 是天上的鱼 所以圣经有的时候用天和天上的鱼 是这样的 也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鱼柜 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上帝的居所 是他和仲天也是 所在的那个圣体的那个地方 上帝坐在二基督坡上 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所以帐幕从一个角度上来讲 整个塑造界 原本就是上帝宇宙性的帐幕 而帐幕则是上帝 用帐篷搭建的一个缩影般的宇宙 帐幕让我们想到创造主的 至高耶税的圣洁 它是不容侵断的上帝 因此当上帝指示摩西说 你要见到帐幕的时候 他非常小心地提醒摩西 你就要随便见 第九节不容 你凡事要谨慎地照着我在天上 所以支持你的样子 因此敬拜上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敬拜上帝是人类所能够做最严重的事情 但是 摩西都会随便靠自己的想象 比如说 我觉得这样造比较好一点 上帝我觉得这样的敬拜 会让汇宫感觉更舒服一点 上帝我觉得我们唱这样的歌曲 会让大家感觉更正前一些 我们多让其他的汇宫 多参与一点 让大家获得一种融入感 必须这种可能让流变之态的人进到圣所里面 让他看到这个 他也进了献祭 多好啊 让大家每个人都进了献祭 多好啊 在那边 因为这是代表我的圣经 图示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我们面前 凡是不洁净的人进到圣子里面怎么样 还可以做吗 祭祭祀都是要能知道 保护上帝的圣经 进来的多杀无论 就这么一句 今天我们已经把敬拜上帝的事情 把它看得已经是太低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上帝荣耀了 失去了对上帝圣洁的那种尊重和敬礼 我们把敬拜上帝当作是娱乐 我们把敬拜上帝当作是吸引人的产业 但是 帐目提醒了 我们的祖师圣经的神 他还是不容训卖 他不允许对人发挥想象去进来 那当时不解答想到的整个宇宙 尽管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上帝的 但是我们连续创作的一个地方 看到上帝选择伊甸 我在伊甸所设的原图 就为他特别给人存在的人 因此伊甸是 这是上帝的帐户的处心 你会看到伊甸园和帐户之间有非常强的呼应性 上帝在伊甸园往行走 与亚当和甲马行走 这个词非常重要 有一次读到圣经说 某某与神同行 两个人六八 吃完饭来之后绝对有两次事 但是与上帝同行就是 上帝与他用特殊的方式 用特别圣体的方式与他同在的意思 是上帝与他有一个圣经的关系的意思 因此上帝起伏在伊甸园的地方行走 而这个读词也用来请问 上帝在上帝的当中与以色列的行情 上帝说 还记得 上帝说 我在上帝当中 在以色列的当中走来走去 上帝说 上帝说 上帝说你走来走去 上帝说你走来走去 上帝在干嘛 上帝与他的百姓 在这个圣约关系上 我们将来临在这样的表达方式 因此我们看到 伊甸园就是上帝起伏的圣所 而亚当就是 起伏在伊甸园当中的祭祀 上帝令亚当在伊甸园的圣所当中 修理看守 而这个词也是 修理看守 这也是利润祭祀在帐头当中所做的工作 如果亚当忠心地遵循上帝的旨意 看守圣所的圣节 并且在一个圣所当中 生养更多 变来的全地 那么上帝的帐篷将会充满了 这是上帝起伏给亚当的命令 上帝要将伊甸园的圣所扩转到全地 那将是最终的信天经历 然而亚当祭祀失败了 他没有能看守伊甸园的圣子 反而允许蛇进入殿部的圣 因此他被驱逐出了上帝的圣见 从此看守圣所的工作 就交给了天使 交给了基督国 从此一切不洁净的 都获得进入到神圣的领土 因此伊甸还记得是上帝的山 因为从伊甸有水流下来湿润 一面是高处 一面是耶稣的山 所以帐篷和上帝的山 也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帐篷就是耶稣的圣神 尽管在空间上的运动不一样 当你面对山的时候你要往上走 但是帐篷就像是一个横躺过来的 上帝的圣神 你要往里走 就是进入到圣神所 就是登上耶稣的山顶 因此在世间很多地方会平行的比较 帐篷的圣神 是谁能够寄居你的帐篷 谁能够住在你的帐篷 注意到这两者的平行的比较 只有圣洁的人 还能登上耶稣的圣神 只有最圣洁的人才能进入到圣洁的自身福 因此这个圣神是提醒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信念是 我们要圣洁 当上帝把你自己的带着安逸的时候 我们要归入我圣洁的子民 同样的今天 上帝接着耶稣的基督拯救我 后一退就了 你们从此要归入我 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 上帝的圣洁是归入我圣洁的 今天你会说 啊 事实上要做卑住我的罪 我也被他成功 已经被上帝成义了 但是我要问你 是否这些圣洁 你是否愿意用你的生活去彰显给你 被上帝忠义的人 也必然有违背这些圣洁的心 因此神是你的圣洁 不要一直 上帝的拯救我到这些圣洁 然后你继续犯罪来接受 用你的生活去彰显 上帝的圣洁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帐户的武警彰显了上帝的圣洁 上帝圣洁的十五 看到上帝跟我们的距离 尽管这帐战就在以色列的圣洁 但是他却那么的遥远 尽管那帐战就在那里 但是 百分之九十五十九的以色列人 也是进不去的 他们没有办法接到这圣洁 只有十二分之一的人 尽管上帝在那里 但是上帝却又荣死的遥远 但是 因此 救援的帐户只是一个因素 救援的帐户只是一个因素 他表明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真正的打破了 在救援的帐户与人产生的距离 希伯拉斯的作主告诉我们 如今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 他的身体就如那个 阻隔着制圣所的那个帕子一样 裂开了 被剥开了 同时 他作为我们真面的大祭司 带领我们 这些小祭司们 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制圣族 因此今天你作为新约的信徒 你有如此大的荣幸 是历史历代的 以色列民都没有想象得到的 然后每次到属于日本之后 成亲上岸的 以色列民聚集在圣族 去远远地观看大祭司 穿着他衣 只有他 只有他一个人 能够走上那个台阶 进入到圣族 然后他们都屏住呼吸去 圣经里面到底发生什么 但是今天 今天这个就是 你们可以进入到那个制圣族 你们进入到 不仅仅你是地方的制圣族 你们进入到的是天上的制圣族 你们进入到的是天上的制圣族 是那个地方制圣族 所照着 做的样子的那个本体 你们进入到的是 是天上上帝的保护面子 就在你们今天 我坐在这个地方 你说 我怎么 我明明坐在这 怎么我能坐在天上 就是圣族 借着圣道的宣讲 和圣族的事情 把你们带到天上 于十一天 坐在天父右边的基督帘 尽管我们在这地方 他在天上 但是我们如今就是他的骨功的骨肉骨肉 这一切是熟肉骨骨的 熟血气的一种无法文化 今天你们 有没有品尝到了天上的荣美 有没有看到天上 我们如今已经买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可以与他联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 因此 章路从一个特别也品现了上帝 不仅是圣族的 因为我们那么遥远的上帝 但是这个章路也彰显了上帝 所以圣女的上帝 愿意辅救自己 与他的百姓同坐 因此这个章路被称为慧慧 被称为他与他百姓相会的地方 他说 我要住在这个中间 我要做你的事 自从亚当被出出一页 等之后 人类一直试图同行增上耶稣的圣族 是谁能够增上耶稣的圣族 是谁能够增上耶稣的圣族 我们看到了 有一群人 他们要依靠自己的圣族 这就是八爵法 他们说 来啊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一座塔 我们要让这个塔顶空间 为了传扬我们的地 他们想要自己建造一个耶稣法神 套着自己的力量 去触摸上帝 但是这 是最能够的 如果你去 你去这个 古东地区 你去原来是八爵法 或者原来的亚洲地区的这些遗迹 你们看到 在这些地方 有非常大的神塔 叫做 ziggurat 是方形的 然后 是这种塔的形状 这些就是 遗留下来的 这些 当时人们想要 耗着自己的 有力量 去通天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们想耗着自己的能力 去变成什么 但是最后 上帝降下了神叹 而上帝亲自赐给我们 不是我自己来说 出到天上去 而是上帝 背了自己的名 亲自降下来 住在帐篷里 与他的百姓同在 因此 从创世纪到初万一世纪的记录 就是从宇宙性的圣殿 到帐动性的宇宙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 从持续上帝的存在 到重新恢复上帝的存在的记录 那曾经在欲罢 严厉的存在下 把罪人足足乐远的上帝 今天在他的怜悯的事态中 亲自将在旷远上 与他的自民同行 因此 以色列民来到西乃海的城 他们仿佛回到了伊甸 但是那个景象是很矩的 因为他们看到了烈火 他们听到了雷龙 他们看到了像基督伯爷 旋转的箭 要杀死他们 在西乃海上 他们如此害怕上帝的存在 他们在这边说 求你不要让上帝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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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一想到这会 我就 一想到今天又回来 就说 啊我今天又想帝对你跟我说话 啊我昨天做过一天 来帝对你跟我说话 那个 圣经对这些人有一个词 就是做梦 如果你真的想帝对你说话 你不会是有效的 如果你真的听过上帝对我们说话 如果你真的听过上帝对我们说话 你会像罗西一样 打在地上 想要死的人 如果你真的听到上帝 你真的跟你说话 你会像以色列的西乃海上帝对我们说话 你会像以色列的西乃海上帝一样 恐惧战争 你会像上帝不要再跟他说话 因为我承受不了 因为你如此悲艳圣洁 你的话语 是要把我压碎的 因此 我们看他的西乃山上 只有摩西一个人 可以与上帝面对面的说话 只有摩西 可以跟上也好的圣灾 但是我们和西乃山上 同样有三层分别 百姓可以进到山脚下 但是他们不可以上山 连奴也不可以 他们可以进到院子里 但是祭司当好 他们可以跟摩西一起上了山 半山腰 这是圣灾 他们可以站在尤瓦面前吃多喝 但是没有人 所以摩西可以登到山里 与耶稣的面对面主 因此 帐户是一个可移动的西乃山 可而是圣灾的那里 修了基督国 和基督国阿神最里面的制圣 以为登上耶稣的圣灾 就是进入到制圣灾 因此从文明的节奏来看 但帐文的记载是包裹的这个基督国的记载 记得我之前给你们讲的叹巴巴巴的节奏 最里面是基督国 这意味着整个摩西五天的记载 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们都像以色列人一样 亲密败的像 就像他们一样 但是包裹我们这个基督国实践 是上帝私下的帐户的指示 和真正的建造帐户的实践 而这也让我们上帝 与他的百姓同在 不取决于他百姓的感受 上帝说 就是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这就是我住在他们中间的证明 他指着的掌握头 我要比你们同在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的事 这在旷野时刻暴露的危险 让他们的以色列人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提醒和安慰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也有 你是否也许不着上帝的同在呢 你是否也许能说上帝你在哪 但是上帝告诉你说 你的感受不重要 看下我的帐篷 就在帐篷 那里有上帝的约会 那里有缘住人 也有发展 是客观的 是客观的 不取决于你的感受 而今天 这个帐篷 就住在我们的地方 因此 我们看到 到了所罗路公的时代 这个帐篷的顾顶下 成为圣殿 所罗路公的圣殿 不止荣耀聖殿的一次殿 却如亚当一样被约 犯在悲痛上 他说不但没有扩张上帝的账户层 反而被上帝惩罚 约到外边 圣殿也被毁 约会出失 上帝荣耀离开的一次殿 那欲与成功一练 就消失在了战场的硝烟 而在这一切悲惨 先知遇见了 上帝将要重新建造圣殿 只是以之前后 先知遇见了一向 我们看到了一个如同伊甸一般的圣城和圣殿 有河水从圣殿当中流出来 河边长满了 结果的生命处 而阿勒兽先知说 甚至将来上帝要重建了大队 到了他的障碍 他要在以赛亚先知说 他要在圣殿当中发支一种红的帐幕 那个蝎子永远不会达出 神所也不会断 因为他要 上面要差遣 一位大队的父亲 在大队的帐篷中施行指导 建立功力度 所以这是整个初约的帐幕 最后最后最后 来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 听到始祖约翰说的那句 太初有道 道 道入神存在 道入神 然后他又说 这道成了入神 在我们中间 知其的障碍 所以 属于圣经本来 约翰流出这点 实际上这是约翰说的 因为约翰说 他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词 就是障碍的动词 就是知他障碍的那词 约翰说的 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 曾经在他的百姓中间 直达帐篷的耶稣 他如今 成为了肉身 在我们中间 也直达了帐篷 他重建了大队的帐篷 他带来了那个真正的胜碍 约翰好不掩持的 要是他的独者意识的 耶稣就是 这位直达帐篷的耶稣 而他自己 就是这个帐篷 他就是一把内力 与人存在的上帝 我们说耶稣他自己 就是帐篷 圣殿 这意味着 我们实在说 耶稣他自己就是新创造 意思到了 为什么 因为帐篷就是 上帝所创造的新的宇宙 帐篷向着上帝所造的宇宙 所以意味着 耶稣靠着自己的生命 带来了新的创造 耶稣指着他自己的父母说 我要三日成见着圣殿 因此 今天 复活的耶稣又说 指着他的教会说 这就是我的身体 新渊教会 就是 在耶稣经历的心上 这是 多么难以想讲的一件事情 今天你觉得 新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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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我的生命顺利 生活幸福 新耶稣意味着你成为上帝的新的创造 意味着你 有费于新天心地 这是新耶稣所带来的真正的心 是超越着今生的 超越着世上的一切 因为是新的创造 而基督有多了天上地下 现在全面 如今 借着他的圣道和圣灵 他正在他的地上 扩展了他的障碍 今天的新耶稣教会 就是耶稣经历的障碍 和圣殿 因此 宝贝说 你们不再是做外人的客人 而是与圣灵的因果 是神家的因果 被建造在始祖和先知的阶子之上 有耶稣经历自己做荒调子 各种荒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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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成为这种圣灵 你们如今 就借着圣灵 成为上帝给居出的圣灵 因此 今天在西约的教会 而不是今天在圣灵的以色列 大魏倒下的帐篷正在这里重建 所以非常可惜的是 实际上有些人不会有这种 他们认为大魏倒下帐篷重建 是以色列复活的事 这是非常错误 因为如果你仔细查找圣经 你看 你的使徒行传第15章那一年 使徒雅各指责赖奥人被 纳赫到教会 使得西约教会建造起来 他说 如今大魏倒下的帐篷就被宠建了 他指的是西约教会 而不是 不再是 以色列人 而就在西约的教会里面 这位复活生间的耶稣记者 承诺 他对我承诺说 我必与你们同在 就像我曾经在旷野在了以色列年一样 就像我曾经在他们中间支搭帐篷一样 今天 我在你们中间支搭帐篷 我必与你们同在 不管这个旷野 看上去有多么的旷野 不管这个旷野当中有多少危险 我必与你们同在 而且我不会离开你 不过像我曾经离开以色列一样 今天我不会离开你 直到世界里面 这是耶稣基督 教会的主 教会的 在教会上的其他帐篷 那个耶稣 有四个人的因子 因此到了 成全神的结尾 同样是 也就是看到 最后的新天系列里面 那个伊甸一般的 新耶路撒冷 从天降临 这城的根基 不再是以色列的十二指派 而是高阳的十二指派 在那城中 不再是圣殿的因爲 高阳就是这座城的天 如同曾经的伊甸一样 在城内有法的圣殿水中 资源于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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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殿 在圣殿呢 涨满了圣殿树 不再是基督博的 又有法首的这些树 而是这些树 随时供应着 成立的自民的需求 原来看了这一切的时候 他同时听到了 一个自保护的 高阳的训诺 判识 这就是上帝的帐幕 在圣殿里 最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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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曾经的 本来应该扩充到全力的一定 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 他要有原子 他要亲自擦干 那一切的眼泪 那帐幕 如今已经破了 到全力 这一切都是 那位高阳的 因此 弟弟姐们 让我们 怀着感恩的心 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都从天 亲自向我们 寻求我们这些对手 与我们同住 不是我们今天 靠着自己能够 登上高阴 而是他亲自降下的寻找了 他亲自赦免了一切的罪 背负我们的罪 在时间降下 他承诺了真正的仗子 在他里面 我们有上帝 我们在里面的生活 这让我们 信他 让我们到我们的眼睛 会仰望 定静在他的身上 阿们 阿们 阿们